首先我们新增一张工作表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想要去计算 计算什么 每一天 请你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请你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虽然也有订单日期 可是这个订单日期 我们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我们的资料表 你看哦 当我今天我的资料 是不是有去做那个订单日期的排序 2013年1月1号 1月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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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发现 1月1号就有四笔资料 请问一下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去 拿这个订单日期做排序 请问 请问 他到时候没办法排 因为 因为就是 这1月1号就有四个数值 那你到底要拿哪一个来去做日期销售的笔 不可以用这边这个日期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自己创造一个资料表 而且那个日期只会出现唯一值 就是日只会出现唯一值 有了唯一值我们才能做排序吗 请问一下 那我们可不可以按照那个第一次月考的成绩 总分来去做排序 可以啊 因为一个人就只有一个总分 所以只有一个名次 可以了解吗 如果一个人有两个总分 请问你怎么做排序 就不能排序了吗 可是像我们刚刚这个例子有听得懂 我们这边不能做排序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1月3号出现好多次 1月7号出现好多次 就代表说什么 假设我要去做销售的排名 我是排不出来的 请问这一个资料能不能排出客户的排名 不行因为里面客户太多 你到底是要以哪一笔订单记录来去做排名 这样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但是 但是 好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你看哦 我这边 我这边 我之前我们教你的 是说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 那我们查看这四年 哪一天销售最高 哪一个客户销售额最高 我们都很容易画出来 那张资料表 例如说 哪一个客户销售最多 我是不是点那个直条图好了 直条图 然后选客户 客户的名称 然后呢 它的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依照什么排序 依照销售额这个值排序 所以这边依照销售额排序 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说 谁第一谁第二 徐禅第一 然后黄磊第二 但是我们正规在算 拿这一张资料表来算的时候 他没办法算出来 第一名是谁 因为徐禅有很多个数值 他不知道拿哪一个数值来去做总计 这样听得懂 我现在说一次 所以为什么要学韩式 好 现在我们来教你这件事好了 首先 例如说我现在来做这个例子 怎么样去算出来哪一天销售最多 这四年 四年 哪一天销售额最高 好 所以我是不是先选之前我们的做法 我是不是先选这个订单日期 例如说直条图销售额 然后我是不是要去看什么 连续资料 我要看到什么 年 月 日 我要看到日 然后接下来按照什么来去排序 按照销售额排序 所以我这边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X轴稍微放大一点 所以他告诉我说2016年第四季 几月几号 12月15号 可以吗 这一天是销售最高的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事 可是 可是这种图是之前你一定都会画 那我现在我们要算出来 好 怎么算 怎么算 好 首先我们要先产生一个资料表 什么资料表 一个 很多很多日期的资料表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 模型 这边现在我只有一张资料表 可以吗 我现在不是要做新增量值 也不是要做新增资料行 我现在要做的是 模型底下的新增资料表 资料表是什么 像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订单资料表 好 我现在想要去做日销售资料表 好 所以点选新增资料表 点选新增资料表 请把这个资料表改成日销售资料表 好 所以这边日销售 因为如果你会去做日销售报表 应该也会做月销售报表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使用的函式叫做calendar calendar就是日历 日历 这个calendar 然后接下来呢 开始日期跟结束日期 开始日期我们要用date DATE 然后年2013年的 然后一个逗号 1月1号 又挖湖 这边date结束 这是什么 start date 好 逗号 结束的日期 一样 date 跌te 然后呢 年2016年的12月31号 又挖湖 又挖湖 然后当我现在按一下enter之后 enter 这边我是不是就有了一个什么 这边我是不是就会有一个那个date 我这边写的是date 月呢 month 年呢 跟大家讲 季呢 季呢 季 我不知道 自己上网去查 自己上网去查 power BI 那个season Calculate Calculate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或者是quarter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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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请问一下 我们多半都是做什么月比较啊 年比较啊 有时候真的老板就说 不行 我就要去跟去年同济来做比较 可以吗 这只是换那个单字 换那个单字 好了 然后按一下enter之后 假设哦 我现在是不是产生另外一个韩式 Calendar 然后这个是资料表 所以我 我直接用这个 这个资料表 点一下它 对不起 我选错了 我应该选什么 资料表 是这一个 然后呢 点日历 我希望就是 直接让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值啊 大一点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把一般 应该是值 值的大小 稍微设大一点 然后 还有那个标题啊 资料行 资料行标题 稍微把这个字稍微变大一点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要去 把这个呈现 我觉得这个呈现的方式也不是很好 在 当我点到它 对不对 当我点到这一个 注意哦 我现在点到这个 在模型底下 我们这边是可以设定 设定成 简短的日期 简短日期就是 例如说 2020 这个 年月日 可以吗 就是 我在这个地方 我呈现 对不起 呈现的情形啊 呈现 这个的情形是 我要的是 年月日 它不拐了 这边 2001年 可能等一下吧 等一下 就是这个是可以 这个是可以去做格式的调整的 格式的调整 然后 我刚刚做了几件事 首先最重要是这个 开始的日期 结束的日期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只是把它这边 格式啊 稍微设大一点 像值 值里面 值稍微设大一点 方便我去观看 好 那就请你们先动手做到这边 好 我们现在哦 假设我今天我换另外一个资料报表 如果用这个资料报表来去呈现的话 然后 是不是可以往下 往下 往下 就是2013年 然后第一季 然后什么时候 好 那 我现在 我现在哦 我想要去算出来 2013年1月1号 它的销售额 这边 这边 是不是 我们必须要去算出这个销售额是多少 所以怎么算呢 首先我们的算法 这边的算法就是点这个地方 新增 请问是量值还是资料好 答案是量值 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就是每日销售额 就是日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什么 用加总的方式 算什么部分 去计算订单里面的销售额 type件 又刮付 直接按一下 然后请把日销售额打勾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都是总值 为什么呢 请问 然后刮付这个订单里面销售额 请问是算一格 还是算整个2010 那个1万笔的资料 当时整个1万笔的资料 所以这边全部从头到尾都是变成同一个资料 那怎么样可以 怎么样可以让他算出1月1号的值 1月2号值 1月3号的值 建立关联 请问这个date 是不是要跟我的订单日期产生关联 这个date要跟订单日期产生关联 好 我再一次强调 请不要询问我一个问题 这也是初阶就应该要知道 就是说 这边不是有一个date吗 这边不是有一个订单日期 然后他这样乍看之下 觉得说 好像选错了 然后他就在那边删掉它 然后又再重新做一次 例如说 把date又搬到订单日期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date跟这跟订单日期 其实已经关联在一起 只是他视觉化没有很好的呈现 好 你看游标移过去 有看到吗 两个框框是落在 我刚刚设定的 日期要跟订单日期产生关联 你看一下 现在这张资料表是不是全部都算出来了 刚刚因为我没有产生关联 没有产生关联 请问这个日期 刚刚这边量值是不是说 他要去算什么值 是不是加总所有 所有那个订单日期的销售了 对不对 当然就不是我们要的那个结果 那个是总total 就是这个值 可是现在唯一建立关联 就是他会把这个日期对应到什么 那一张资料表相同一天 把那一天不管有几笔资料加总起来 然后呈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一定要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用函数来做计算 因为刚刚这一个 就是这里面这个资料表 1月1号这几个值 假设当我们今天要加总起来 我们并没有做这件事 现在有了 现在就在做 把1月1号的值 把它加起来 而且保留起来 保留起来 你才能够去做日的比较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 做到这个地方 只是建立新的一个 一个日销售额资料 然后记得要设关联 还要许呢 这个阶段 有人创建